幸福好时光五百的歌总是挺热闹的 我们今天来讲一篇文章 它的标题很有趣 叫做导演李安曾经无业六年 经济完全靠老婆 为什么这个往事这么的吸引人 那么撰文的人是林慧 他说你是什么样的人 你自己一定知道 只是看你要不要面对 很多时候你的缺点就是你的经典 他说以我自己为例 我很喜欢说出自己的缺点 每次公开授课或演讲的时候 我都以自己的缺点当开场白 把自己的不太完美的地方拿来做梗 大家比较有共鸣 他都会用数学成绩在高中考零分为开场 不管是到学校演讲 还是到上市柜的公司 用这个梗呢 大家就会对数学零分的人降低防御的机制 像一个在讲台上发光的老师 竟然呢可以讲出 哎呀我就是数学零分 那么台下的观众就会跟他拉近距离 他说呢能够自在的把缺点说成经典 那常常会可以让你在人际交流上 工作上出现意想不到的表现 这就是面对你自己的缺陷 大家都有缺陷 但是其实当你一直在吹嘘自己的成就的时候 总有人呢 虽然表面羡慕你总有人不舒服 但是如果你面对自己的缺点的话 大家就比较难攻击你的 因为啊这世界上的人都是这样 他就是想要找任何攻击 就是想要找那个弹上的裂缝来钻 但如果你不介意呢 那他就没得钻了 他说先说缺点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一种深度的自我揭露 深入自我揭露 容易让人印象深刻 也就是人类喜欢努力奋斗过的辛苦过的人 这也是我的发现呢 如果你一味的歌功颂德某一个人啊 说他什么嫁入豪门啊 拿到多少奖啊 财富夺风光 通常啊后面就有一大堆酸民 就是情不自禁的来攻击你 那么为什么像李安呢 有六年的时间都是无业人士待在家里 每次讲到他都被提起 哎呀经济靠老婆 反正他也无所谓 人家现在也成功了嘛 他说呢 一个人敢这么说 尤其是一个男人 表示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坦然 积极勇敢的人 他在最风光的时候 敢做这种深度的自我揭露 就会让人印象深刻 但是这个要请你记住我 这是他在最风光的时候 做深度的自我揭露 任何事情不要只看一面 如果你现在很惨 你还在卖惨 那请问真的会有效果吗 大家又是什么样的看法呢 他说我们的人生呢 就是一下子就上坡 一下子就下坡的起伏过程 没有人可以永远都在顶点 那上到最高处就是下坡 只看你在高峰停留的时间 多久而已 跌落神坛呢 就会有毅力的人 当然或者有能力的人 他就会企图从谷底 慢慢的爬起来 所以每一个缺点的背后 都代表一个翻转的过程 你只要承认 人家会觉得你还挺坦诚的 他说啊 我就是用这种方式告诉别人 他数学虽然考了零分 但是呢 竟然比其他同学早半年进大学 就是这样一个翻转 那大家就会开始好奇说 哎 对 每个人都想要看到转类点 而且希望那个转类点 越玄奇越好 所以这个演讲者 他讲翻转的过程 就会变成一种经典呢 但是你要明白哦 人不会一直什么科都考零分 那你面对自己的缺点也真的没用 李爱呢 也不是永远待在家里 没用去找工作 其实你就是要在那个翻身的那一瞬间 要去记得你的缺点 这叫什么呢 其实有一种心理上的作用 也就是把自己拉下来 跟大家一模一样 那只要这样子 你说你的故事就会精彩了 不要只是一直说自己的成就 那这个问题就是 过去的自己虽然很惨淡 可是你可以用现在的自己来验证 你在阐述翻转的过程里 其实每一个人都一定有一个翻转的故事 把你现在的样子 做什么样的工作 那你不再害怕的事情 你积极去面对的事情 还有你去改变你人生的那一个观念 那你就把它说出来 那大家就会觉得过去的挫折塑造了今天的你 其实这句话是一定是真理的 你如果没有过去的挫折 你现在怎么可能过得这么如意呢 其实你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发光发热 是个平凡的人 但是人家可能也要听你之前 更惨的故事 所以你现在至少变成了一个 你觉得还可以讲话的人 或者是你还可以变成现在活得好的这个样子 那对每一个人也都是一个鼓励 他说很多卖座的电影都走英雄之路的模式 其实我最近因为剧看多了 我也觉得都是这样的 前面就是要很惨很惨很惨 像最近的那个墨语云间 哇你看了 你一定会心情不错 我为什么这么说 这已经够惨的故事 因为你不会比他惨 那个是沿袭攻略的吴景岩所演的 其实蛮好看的 因为他就是很适合演复仇剧 他有多惨呢 他本来是一个金城的才女 父亲是一个小官 结果有一天 他的老公考上了状元 本来很开心对不对 可是考上状元被公主看上了 于是回家呢 奉公主之命来谋杀老婆 他就被活埋了 你看又没有很惨啊 真是惨到一个不行啊 那你只要想想看 婚姻再烂 大概也不会遇到这样来谋杀你的老公 是不是 过得还挺好的呢 就是我说你看惨的故事 你常常会觉得一种救赎 自己想一想 反正我也没那么惨嘛 然后慢慢的人家就一步一步 第二次活 或者是那种重生之后 你就会变聪明了 去不要去踩原来的那一个错误 所以呢 这个就慢慢的英雄之路的铺陈了 曾经惨过 才知道 什么叫做奋斗的可爱 别人看起来也是这样 所以你不要害怕去遮掩缺点 说出来没关系 幸福好时光 好我们今天访问到一位 哎呀对我而言 他算是蛮年轻的厨师 对不对 厨师汉客 在村食堂的主厨 在村食堂在哪啊 在那个桃园大西 那你是做那种私房菜吗 嗯其实现在是偏向做私厨 然后还有帮别人做 比如说菜单开发 产品开发 其实做很杂 现在餐饮业我觉得很难以一个单纯的工作去赚到足够的先知 我觉得 这也是我的看法 我觉得这种实体行业现在真的好难经营 真的很困难 那你可不可以把 虽然我不是那个王瑞瑶的超级美食家 我的主题通常也不在食谱 你可不可以把你曾经 你记得吗 就你开发过的 比如说一个假设我们去吃私厨 那你的菜单 那你会呈现什么 你可不可以简单的说其中一种 我知道你都在变化 其中一种 与其说菜部来说整个服务形式吧 因为我觉得开菜单是很 应该说从源头来讲 我觉得煮菜是很亲密的一件事 你煮菜给另外一个人吃 那但是我现在都会煮菜给大部分是陌生人吃嘛 那我就要考量到很多点 以前我可能会在意很多是在于 我个人技术上的展现 但现在我会在意客人 所以我会打电话问主办人 说今天参与的人年纪大概是多少 男性女性 有没有喜欢吃跟不喜欢吃的 那这些我会去思考到 你不可能叫一个 比如不吃牛的人吃牛肉啊 对 那夏天多一点清爽的东西 那冬天或是说要入冬了 那就多一点比较会温暖人性的东西 汤类啊 炖菜类的 那我可不可以问的那种就是私房菜的主厨说 那你有没有招牌菜吗 应该会有 应该要讲要有 但是我的招牌菜就是 对这行很不理解 你说吧 我是一个 因为我不是科班出来的 所以我就是不是循规道局的 那我在大西市场 我现在在做的一个料理形式叫 炉烤料理 就是我用非常高温的烤乳去烤季节的海鲜跟蔬菜 但是我没有所谓的私房菜是因为我每天的菜单都是根据我当天在市场看到什么去决定的 所以我让食材让市场去决定我要做什么 就是那个你们家附近你餐厅附近的早逝对不对 对 那所以当季是什么很可能就是那样东西 对比如说前阵子很好吃的金针花 我把它用很高的高温炉去烤大约45秒 那拌一点白松露油 一点柠檬汁一点盐巴 看起来非常简单 但是非常非常好吃 你突然讲起来我才发现我已经错过金针花的季节了 对大概一个半月吧 一个半月左右 一个月 今年一朵金针花都没有吃到 可惜了 也就是你就是用你的创意 把那个现在这一季的新鲜食材把它组合起来 但这个之前在做菜之前一定要经过多方的尝试 因为你自己也未必能够确定它一定好吃对吧 对但我觉得随着你的厨师年龄增加 你应该得到的是所谓的想象力 就是在你还没做菜之前 你大概有七成八成的把握 这道菜是完全没问题的 那那就是来自于你过往的经验累积 你各种的错误 然后你在错误当中找到你怎么怎么怎么修正这个错误 你的那个国语非常非常的标准 真的没有吧 真的 我觉得就是这个讲话已经几乎没有台湾口音 你以前是一个英文老师啊 对 所以你的英语也非常标准对吧 某种程度上说我很努力把我的英文说的很标准 我觉得你好像 可以这样讲 我看你是很努力把每一种语文都要说的很标准 所以你应该从小对语文是有一些天分对不对 必须说是吧 小时候英文一直都很好 但是我小时候其实不喜欢英文 小时候因为在外面太皮了 被我爸爸丢去这个英文补习班 但一开始很讨厌了 但我的个性应该是说我很心愿是我遇到一个很好的老师 他愿意按照我的方式去教我 就不是循规道局的 按照你的方式是什么方式 因为我不喜欢读书 我不喜欢太知识化的东西 那这个老师就看出了我这个 这个比较不同的个性 他愿意跟我讲 就让我用其他方式学习吧 举例来说那时候他让我听这个 那个那个Let's talk in English 就那个杂志嘛 那个广播 一开始我听不懂 然后他跟我说你就听 听到你懂了 大家说英语 对大家说英语 对对对对对对 不好意思 我小时候都读过 对 那听了半年我才听懂 那在那半年之后我的英语就没有停下来过了 然后他也继续让我听空中美语教室 然后他也鼓励我读课外读物 那我到高中甚至到大学都没有很认真的在读过英文 因为对我来说那时候的累积很足够 然后直到后来我去开始用不同的角度去自学英文 比如说某一天我在看电影我发现 如果没有字幕我就看不懂 那我英文还算很好吗 No 所以我开始疯狂的看没有字幕的电影 然后就也很挫败 我的人生就是一直在找挫败 然后这很难然后我们去试试看 然后花很久的时间去突破这样 其实也就是说你在学习的方式你是一个自学者 并不是讨厌别人教你 而且你想要去摸索自己的方法 有时候会觉得老师在台上握握握握 他教这些正常的方式会觉得他很吵这样 嗯 我不能 应该说老师他需要follow教育部的一些一些规定 他们有所谓的课纲要教 但是我觉得可能没有那么符合我现在的需求 那时候的需求不是现在 你后来是念英文系吗 还是念英文系 就直接念英文系 对高中很想读餐饮科 但你想象大概十几年前 那时候你跟你把 幸福好时光 好我们今天访问的是在村食堂主厨 厨师汉克 他是由英文老师 然后变成一个厨师 好刚刚讲到了 后来其实很想念餐饮科 但当时就是家长还是希望你赶快念个大学嘛 对不对 正当科系嘛 对不对 所以就念英文 对所以那时候就去念英文系 但还是心心念念在煮饭这一块 所以开始会去 那时候很迷念那个Jamie Oliver 就是英国那个主厨 其实这也是因为看那个 是不是也是因为想要练习学英文 然后突然看看觉得餐饮节目对我好有趣这样 某种程度上是觉得说OK 那时候可以看他的节目去练习英文听力 英文口说 然后就爱上了他的一个煮饭的风格 就是非常的随性 但是有调油力 然后风味简单 然后调味大胆 用色非常的好 那时候去陈平买他那种原文的食谱书 两三千块一本 然后回去读这样 然后大学在最后期也有常态性的举办 就是我来煮饭然后大家来吃饭这样的活动 那当然在那期间就是当家教啊去补习班啊 还是很喜欢英文 直到现在 直到现在我都还是对于英文教学 或者说对于英文很有热情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 可以让让你在国际上自由的一个工具 你怎么获取这个世界上的资讯 所谓的资讯差就是一个赚钱的方式嘛 那你如何获取这些资讯 其实我觉得对各行各业 各种小朋友 各种学生来说 英文都是很重要 或者说第二外语 对 所以对于一般人而言 在念大学的时候 还要去餐厅打工 应该是辛苦的事 但你觉得这是一件让你兴奋的事情 对 那时候我同时在教英文 然后同时把我去餐厅洗碗 然后那个主厨跟外厂经理都不是很理解 说你来这里要做的 我说我想要学餐饮 他说不适合你啊你走 我说给我个机会 我什么都走 洗碗我也走 所以我就开始进去洗碗 那你洗碗的时候在干什么 在偷看主厨在干嘛吗 其实你就懵懵懂懂 因为没经过餐饮业 那你就洗碗 人家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然后那时候体验到台湾餐饮业的 可能老一辈的一些严酷之处吧 就是对于我这个外来者 可能是比较不友善的 在那时候真的 多严酷 你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一个具体动作 可能不会刀 不会拿刀嘛 不会切 他也不会教你 那切不好 他就拿刀背往你手上一敲 回去就是一条欧丁 那当然这是身体上 那语言上就是各种 非常不好听的言语 持续在你耳边 就是要把你赶走 想尽办法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洗碗在工作 为什么你要把我赶走 我就是来打闸的 就是我不懂你知道 现在要对洗碗工特别好 你知道吗 我永远都对洗碗工特别好 因为我曾经做过洗碗工 我知道这个工作是需要有人做的 他是辛苦的 我一直相信 一个人会自愿去某个行业打工 或者是斜杠 就算你不给我钱 不管你怎么样对待我 我也会在 那就表示我对这个行业 的确有真正的兴趣 对 就是你真的想要进入这个行业 好 那后来你是跑到了澳洲的中式餐厅 又去打工了 对 因为那时候 大学毕业了 对大学毕业了 也当完兵了 然后那时候正游离在 一个想象中说 OK我到底要做什么 我到底要去教英文 还是要当厨师 然后那时候朋友跟我说 你英文这么好 台湾餐厅如果对你比较不友善 为什么不去国外呢 然后十几年前当然那时候打工度假 非常非常的流行 然后我就当然随着这个潮流 去了澳洲打工度假 那当然没有人认识你啊 我是一个人去了 然后你也没有任何资历 所以又到了一家餐馆去洗碗 那你只能去中式料理对不对 对 不然人家也很难用你 对啊 我没有像样的一个履历或经历 那当然在那边我也是靠 英文然后还有靠一些其他的一些一些一些技巧 快速的去学习一些技术 然后慢慢的爬上去 然后后来又换餐厅换餐厅换餐厅这样 也就是说你用打工来学习 有的是中式 然后后来可能慢慢可以换到西式各种式 对不对 澳洲本来就是一个各国料理汇集的地方 没错 总共做了多少年 至今十年了 转换跑道到现在十年了 是 你有谈到一个叫做欧姆蛋吗 就一个好的厨师 一定要会捐欧姆蛋 请问这很难吗 的确不简单 有一个 我看人家那个深夜时长有没有 我都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难 可能有分 他有分等级啦 我们可能认为好的欧姆蛋该是什么样子 就是他蛋不能 可能外皮不能太焦啊 那可能他不能快 不能太快速搅拌 之前我就曾经经历过餐厅的面试是给你六颗蛋 面试有六颗蛋 然后三颗蛋做欧姆蛋 两颗蛋做炒蛋 然后一颗蛋做太阳煎蛋 就是那个Sunny Side Up 那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 其实很多人会失败 不是因为我们在家 我们这种非 就是随便做的人 就会觉得失败的蛋还是吃得下去 而且事实上我在很多餐厅发现 那个厨师的确是连蛋都煎不好 对啊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煎蛋煎这么难吃 但我们还是把它吃了 因为蛋怎么搞都不会真正很难吃到什么地步 只要不要烧焦就好了 对 所以那后来你通过了吗 通过了 通过了 就苦练了 真的苦练 你没有想象到自己会对于肩蛋这么执着 所以肩蛋也要真的练很久 好 所以但你在这种探索的过程之中 你有找到说 我对菜肴的兴趣到底哪方面吗 你现在在做私房菜看起来也有一点就是中西合并 但是中间其实是要把每一种菜的精髓也都要个别的学好对吧 做菜的基本 其实我认为无论形式 如果我们把形式撇除掉 做菜基本就是加热跟调味 对 你也可以不加热 你吃生的当然就没有加热 但你就是需要调味 调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都会讲说区分一个home cook跟一个professional cook的最大差别 就是调味的功夫 对所以如果我们把风格都摒弃掉了 我们把调味学习好 那其实你只要去学各个风格的料理 他们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他们的一些关键的元素是什么 其实蛮好带入的 蛋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蛋吗 蛋的中心思想 比如欧姆蛋的中心思想 你都讲到了那个 通常在讲儒家的中心思想 蛋的中心思想 就是我觉得它是最 应该来讲 它是一个最棒的年和季吧 怎么讲 就是它可以自己成为主角 它也可以跟很多料理 去辅佐很多料理 在甜点 咸点 饼干 然后到 怎么讲 好多好多形式 那蛋在 我们今天访问的 这是一位非常有趣的主厨 他在大西 然后开在村食堂 厨师汉客 那他以前是个英文老师 好我们刚刚讲到了 蛋的中心思想 就真的很有趣 蛋有不同的温度 对你比如说 生的鸡蛋在日本 生的鸡蛋可以直接去搅饭吃 然后可以直接去沾 寿洗烧 去沾鸡肉丸 那可以放在青子洞上面 那蛋在不同温度 比如说一些温泉蛋 温泉蛋的话 就可以设定在66度 那你可能蛋 你要去打甜点做 你要隔水加热 你要打到几度 所以我觉得蛋在不同温度的 状态都很吸引人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 这是为什么我这么喜欢蛋 就是蛋排好吃 蛋黄也好吃 整个也在一起好吃 分开之眼好吃 很喜欢吃蛋 就跟我说的一样 我觉得蛋再怎么样 都不会吃到哪里去 即使他真的 那间餐厅很恐怖 蛋基本上总是可以吃的吧 真的 好那其实他也在这个 Jermyn Oliver的那餐厅 英国餐厅工作过 对 是从澳洲开始的 然后还到这个英国的米其林餐厅 去做过 是一个很棒的经验 可是在你这样的形容 你在每一个餐厅工作的时候 几乎都是就是到了 然后忙到晚 回家就差不多已经累到 瘫在床上 就差不多一天是要工作 最少最少12 那有些最久是16小时 主厨的各种恐 不是主厨了 就是餐厅那 这些师傅的恐吓 再加上这么疲累的工作 都没有吓倒你吗 不会 那就真爱了 对 就是我 我比较喜欢厨房的地方的点在于说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就是对错分明的地方 然后它也是一个很简单的地方 你会就会 不会就不会 它不像 有些行业你 不会你可以躲在某些东西后面 在餐饮业OK 如果我给你三颗蛋 你会尽用我们蛋就是会 不会就是不会 而且可以在一分钟之内看出来 你到底会不会 而且我觉得餐饮业是这样 如果客人大部分 那一两个也就算了 如果大家都觉得不好吃 你再告诉别人说 我这个过程多辛苦啊 有没有 一点鬼用都没有 对所以 我的一个很敬仰的师傅也跟我讲过说 you don't talk about the ingredient your techniques all the time 然后说如果你的客人 if they like you if they like it they gonna talk to you 那时候你再跟他们讲 才有所谓的价值 对不对 你讲这个非常有道理 因为我有时候到这个 我也不算挑嘴 但到某一些台湾的餐厅 那其实你是在跟朋友 就是久别重逢 然后他一定要来告诉你 比如铁板上 一定要告诉你说 这个菜啊怎样怎样 我心里想说 这么难吃你在讲什么的 我其实努力想把它吃完 等一下有没有这种感想 可是现代某一个派的服务 就是一定要告诉你 否则他好像会扣薪水 那写在他们的服务环节当中 他们必须要这样做 对可是有的真心难吃啊 你再怎么介绍也没有用 其实我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我昨天晚上 真的吃了一桌很难吃的菜 在某个饭店 这真的不好的体验 但是他也讲的 就讲的很开心啊 但是我们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顾客 我们会表示微笑 就默默的就好 然后蔡大部分留下来 而且不止我 如果只有我就算我挑嘴好不好 这样他再看不出来就 是的 好吧 昨天发生的是很好笑 你如果看我切牛排的样子 你就知道我已经费了九牛二胡吃了 这么糟糕 我旁边就是我们同学的班长 我觉得最好笑的 他说不会啊 他就切了一块 后来切第二块的时候 就转过头跟我说 哎呀报应来了 原来我刚刚吃到的是肥肉的部分 哈哈哈 肥肉很软 对 另外一部分就不好咬 因为他本来就是个卤肉饭的爱好者 所以他第一口觉得不会 哎呀 好啦开玩笑的 我们来谈谈你前不久做的实验 我觉得我应该就是看到这个 然后我就请我们制作人来访问你 你说你带着这个你的炉子去环岛 然后去跟大家说 哎都只收几百块 然后我做菜给你吃 那你去了哪些地方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这个挑战性的旅程 新竹恒山 基本上每个县市都有呆啦 新竹然后云林 台中彰化 到处都去嘉义也去 然后也到台东花莲 也感受到那边在正在之后的一个真实的情况 然后一路再走回来 你是需要一个比如说有天空的地方 还是说别人的厨房 只要有一个场地有厨房 不一定要炉子 我自己有带炉子 然后一定要有水槽了 或者说我也 当然我当中有到没有水槽的地方做 但这张旅程最大目的就是要看自己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吧 那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在彰化的时候 那边的一个主人邀请我去他们家的一个山河院做菜 然后他指定我一定要用这个乌鱼籽跟蜜茶 面茶 然后原本想要把乌鱼籽炙烧锅来搭配当季的绿竹笋 因为这样鲜味跟甜味很搭嘛 咸鲜味 但我在看米辣的时候 我突然脑筋一转 我想说如果我把乌鱼籽问这个米辣 是什么味道 因为我觉得厨师应该要大胆的尝试 所以而且你也不需要花任何成本嘛 但你要有这个想法 所以我就站进去吃 然后我想天哪太好吃了吧 真的还假的 你一定要试试看 乌鱼籽问米辣 It is incredible 不是我喜欢各种疯狂的念头 你一定要试试看 然后现在很多彰化的人说我们从来没想过 彰化的两样有名的东西 米辣跟乌鱼籽 怎么问啊 就是一个已经熏烤过的乌鱼籽 然后泡在米辣上 然后摇一摇 然后拿出来 是米辣的粉 对粉 米辣混 莫名的好吃 真的 就是米辣炒过那个香气 那米辣要加一点点糖粉 我是真的会试试看 不然人家如果送我什么乡土料理米辣 我真的不知道该把 暑假就来 幸福好时光 我们访问的是厨师汉客 大家也可以去追踪一下他的粉丝团 刚刚讲到炉烤餐会 是不是很感兴趣呢 是彰化的朋友对不对 对 把你家冰箱的乌鱼籽拿来 乌米辣 是烤过才能沾吗 对 不然难吃不要怪我们 好 再来你慢慢说 因为你去了很多个地方 对 然后 其实我喜欢这趟旅程的原因在于说 我大概是在 环岛 就是我之前环岛两年半前 第一次环岛 那时候我其实很迷惘 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嗯 然后我迷惘的时候我就去环岛 然后那次骑车环岛 然后认识了很多人 包含现在在用的烤炉 卤烤料理就是用台中一个制造商的一个烤炉 嗯 那他烤炉改变我对料理的想法 我想要做的更纯粹一点 在料理上 嗯 就比如说 烤炉你说的就是一个电视机 传统电视机那个大小 对 不大 我跟你讲喔 像我们这种 我很会做菜 你想要烤炉我们就会认为说 我只要用那个烤炉我就会了 所以你要小心一点 然后就是两年前认识那个烤炉 两年后我就突然觉得说 我会来在进行传统市场的题材 我在介绍传统市场里面的一些摊贩 一些阿公阿嬷 一些在做卖鱼的啊 卖什么都好 然后两年后 两年半后我想说OK我想要重新再 汇整一下这两年做的事情 于是又再还到一次 那这次就开放大家邀约去不同地方煮饭这样 除了那个乌鱼籽跟米腿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新的尝试 因为你都是到了那个地方的找事 然后再去看看说有什么东西可以搭配 其实我最喜欢就是逛菜市场 我就算到了非洲我都在逛菜市场 我也很喜欢逛菜市场 然后我永远会去 比如在巴黎的时候 我永远会去 那它是不是第四市场 反正就是 我宁愿 你其实叫我吃米其林 我后来就没什么兴趣 我宁愿坐在那里点那个生蚝 有没有 点一杯白葡萄酒 然后自己对着那个市场 那后面可能是垃圾车 有各种奇怪的果香味 其实那是很愉快的过程 能享受吃饭的过程 无论在哪里都是最棒的一个状态 对但我比较不喜欢就是说 后来可能也吃多了 就正经为座叫我在那里 其实我觉得对我而言不是一个舒服的状态 其实久了大家都会想要吃的更水性一点 好来再讲一下有没有什么搭配的 你刚刚只有对张花的朋友有个提议 还有什么搭配 哦 新竹有一个叫水芡饼吗 还是水润饼 然后它是一个饼 小小的 那一般人他们都直接拿来单独吃 或是 我记得应该是早上吃 但我把它拿来做成一个 是碰饼是吗 不是 是一个饼小小的 扁扁的 然后扎实的 对挺扎实的 一辈子没吃过 那一般他们都吃软的 然后我就把它炉烤之后去搭配芒果沙沙酱 艾文芒果沙沙酱 跟当地的高粱香肠 还有沙沙酱是用咖喱粉去做调味 然后做成一个tacos的形状 就是一个V字形 放在下面 墨西哥饼那样的形状 那时候在新竹很深他们也说 我们从来没想过这个东西可以这样吃 那这应该对我来说是最好的一个赞赏了吧 我希望大家去突破自己的想像 不要去 当然不是说你不能follow recipe 而是说你follow recipe 你懂了 recipe 之后 你可以随心运用的你看到的所有食材 变出你想做的菜 我觉得我很喜欢那自由自在的感觉 我觉得如果是美食是一个旅行的话 大家也都期待某一种旌旗吧 对不对 好那还有没有什么建议 还有什么 东部啊 东部啊花莲那边我那边做了很好吃的水煮 咖喱煮鱼 因为那边常会拿到蛮大型的鱼嘛 那如果比如说像土拖一整条 可能我们假说五公斤到十公斤 那它很便宜的会是尾段 因为尾段比较不能切 那个轮切 就是会比较小片 那我们去买尾段之后 我想说ok 这个东西便宜 因为我收的钱也便宜嘛 所以我在食材上的费用也要考虑一下 我想说这么大的鱼要怎么做 我想说ok 我把这么大的鱼尾巴分成两段 然后直接拿去炉烤 然后我另外用咖喱粉 还有野奶 还有红葱头 姜辣椒去炒一个咖喱酱 那我觉得这种大型鱼 类似土拖鱼 它的肉其实煮出了类似鸡肉的纤维 它其实是可以hold住这个咖喱的风味 然后我就做这个咖喱的煮鱼 然后接着东部都在做这个煮鱼 非常合适 就是咖喱吐托鱼就对了 对很多人来说应该会是我浪费吧 但很好吃 其实刚刚你看了吐托鱼的时候 我是一直在想吐托鱼长怎样 差点拿google出来 好所以其实中间你得到的很多乐趣 很多 非常多灵感来源跟乐趣 然后尝试去用不同现实的调味料 不同现实的算调味哲学去做变化 你什么时候会再去 这不是你绕第一次的 对不对 但是带着炉子还台是第一次 这倒是真正的第一次 没有我都很想买那个炉子 这个已经让我误解 就说我只要有点创意 这家炉子 东西应该不会太难吃 私下聊 好那么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人跟我一样 就对这个食物很有兴趣 但真的不是太惊于此道 你如果下一次我帮你宣传一下 你要去炉烤餐会 然后你的收的费用它都是几百块 那根本就是一个我觉得 那是因为环岛的关系 对 妇女馆费也就差不多了 等于是无偿的 你像是可以把价格加一倍 然后就先一次要去 就是说我是厨师汉客 我把它收满这样子 我觉得这很有趣啊 会收几百块 我价格是收700 原因是因为第一个我不知道场地 我从来没去过 第二个我也不知道 我会买到什么食材 对啊 所以你就要控制 不过老实说真的 会用高贵食材做东西 不是真的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是啦 但就是还是 我希望这趟的目的不是以赚钱 还是以人事更多人 所以才开这个价格 平常在服务当然就是正常的价格 是 你们私储大概收多少钱 哇 现在很 有到2000吗 有 所以大家都是专程到大西去 没有 有到大西的 那大部分是到府服务 哦 基本上就是煮饭给有钱人吃 简单讲 这个行业 那 对啦 私厨不就是这样吗 对啊 因为大家会去吃私厨 当然也不是去吃便饭 是不是 的确 就为了一些目的 所以你现在 到目前为止 还非常热爱你的私房主厨生活 可是需要 带着某一个东西 然后 就是寻回某个地方 然后去调剂 就很喜欢 我好像也有看过类似的电影 就是 不过对不起 那应该是披萨 他后来就用网路告诉大家说我来了 这样子 我记得了 我记得了 那是在 我记得好像是 他用脸书 还用什么 用推的跟大家讲 然后他就可以 也可以做他各式各样的披萨的创意吧 可是 当厨师也是很可怕的 你说 你有这种什么腰痛啊 年纪很轻 但是就已经 闪到腰 就是说以前可能25岁 20几岁在做的时候 你真的可以 我可以连续六天上16小时的班 没问题 但过了30岁之后发现 好像没有那么OK了 你要靠 就你要开始运动 你要开始维持你的肌肉量 因为你30岁之后开始流失肌肉嘛 那你要开始维持自己的肌肉量 你才能 跟得上这样的工作节奏 所以我开始想